说到童话故事里最受欢迎的经典公主 1937年迪士尼推出的第一部长篇动画《白雪公主》 1950年的《仙旅奇缘》 和1959年的《睡美人》 排行榜上总是名列前茅 红过半世纪卡通也要跟上时代潮流 翻拍真人版纷纷大搞哭手 柔弱公主硬起来 白雪公主不再只会唱歌打扫 像个标准的家庭主妇 还会拿起刀剑亲自领军上战场 《睡美人》更直接以黑魔女当主角 交姐妹们化敌为友一起对抗复兴汉 而穿着玻璃鞋最梦幻的灰姑娘 不再只靠外表掳获王子的心 靠的是勇气与善良 卡通里最为人诟病的故事老梗 卡通里最为人诟病的故事老梗 王子公主总是一件钟情就护许终身 新世代也终于有了新突破 这是个人的新人 比较不再更多 但你具体的事举来 我认为我们选择 她是为了读生的 或是冢具或是游客 但不再是能够纸 我们看看有个人的物件 我们看到她的情侣 和她是可以成为她如此 因為她不是只會出現 遇到一個叫做王子 如果她會有關係 她會有關係 她會有關係 所以她會遇到 那關係 對 去年推出的《冰雪奇緣》 更直接跳脫愛情故事 以親情友情為主軸 強調不該以貌取人 大獲銘心 顛覆過劇公主 總有爵士美貌 卻柔弱無助 等待救援的情節 現代公主美貌是其次 強調有個性 獨立又自主 百年的經典故事 重新賦予時代新意 讓觀眾樂意一再回味 東森新聞 謝勝凡簡利哲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